大家好,我是来自依法半导体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的Leo 那在我旁边的是在本次峰会所展出的直流购压充电柜 该充电柜能够实现1000V 125A的直流输出 那么接下来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该充电柜的内部构造细节 首先在上方的是30kW的三项维也纳PFC数字电源的DEMO板 那么该解决方案是基于STM32控制器的全碳化硅数字电源解决方案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STM32T4系列的MCU 功率器件选择的是ST的第三代650V导通电阻仅为20.7毫无的碳化硅帽子管 和1200V的碳化硅二级管 格力驱动芯片选择的是STGAEP系列的这颗料 然后该解决方案的封制效率高达98.7% 输入线板含量小于5% 功率因素大于0.99 那么在下方的是30kW的三项LLC数字电源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同样采用的是STM32G4系列的MCU作为主控芯片 然后功率器件选择的是ST的第三代的1200V导通电阻为27.5毫无的碳化硅帽子 复边整理二级管选择的是650V的超快恢复硅二级管 那么该方案的封制效率可以达到98% 同时能够实现200V到1000V的宽定压范围输出 那么中间这个PiD所展示的视频呢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将上方的VNPFC和下方的RLC进行连调的视频过程 然后也欢迎对该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能够与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